蔡斌提拔四水货无缘奥运,被球迷围堵,却绝不认错,比盈盈、袁新月更是流泪表态。 朱婷被曝将会回归,郎平也看不下去了,我们从三方面分析一下,女排的三连败是谁的问题? 怎么样才能翻身呢? 第一个方面,蔡斌提拔四名水货,最终却遭遇了三连败无缘奥运,赛后被不少球迷围堵大巴,蔡斌却绝不认错。 谈到蔡斌最近的带队,确实输了如此的尴尬,我们遭遇到了三连败,直接导致了女排无缘直通巴黎奥运会。 对于蔡斌来说,1-3的大比分输给了多米尼加女排战队,这样的结果确实让大家难以接受。 毕竟在过去当我们女排面对着多米尼加,基本上保持着90%以上的胜率,然后变成了蔡斌带队之后,反而尴尬的输掉了。 其中,蔡斌还把四名水货给重点提拔上位,把这四人当成保障球员,最终反而输掉了。 蔡斌在整个布局的过程当中,确实战术安排存在问题,没有及时地叫暂停,也没有及时地更换人选,一系列的错误叠加在一起,导致了蔡斌最终尴尬地输掉了比赛。 值得一提的是,蔡斌打完比赛之后,女排的队员以及教练组,乘坐大巴要离开的时候,去了解暂时对现场的大多数的权力力。 因此同时,现场更是很多人分分讨论让蔡斌下课。 对蔡斌来说,面对如此的场景,真的是内心承受巨大的压力。 理论上来说,蔡斌不应该面对这么大的压力的,因为我们的女排正常来打比赛的话,完全可以击败对手,成功赢下胜利,获得奥运会的比赛资格。 但很可惜,蔡斌还是犯了三个很大的错误。 第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,蔡斌居然用了一套阵容从开头打到了结尾,让主力的球员一直马不停蹄地打完全场比赛,替补的球员想登场都登不了场,而且到了关键时刻,蔡斌已经无力回天了。 第二大错误就是,蔡斌在球场当中,她的战术安排没有非常的及时,该换的人选没有更换上去。 与此同时,包括了李盈盈确实意外受伤了,包括了她个人的膝盖确实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,但是蔡斌却依旧重点提拔李盈盈,让她从头打到尾。 这样的比赛安排,确实是非常不懂得去更换人选的。 关键时刻的蔡斌还没有叫暂停,让我们的女排一输再输,导致了最后直接崩盘了。 第三大错误就是,蔡斌还提拔了四名水货,反而把这四人当成宝藏, 最终导致了输球。 其中,我们比赛的过程当中,有四名球员是发挥相对来说不错的。 李盈盈作为整个团队中第一扣球选手,她的得分数据是非常高,得到了11分。 但是李盈盈在本场比赛过后,她还是流着眼泪接受采访,表示到她个人的发挥没有打出来。 大家必须要了解到,李盈盈可是得到了11分,共享宇同样有十分进涨。 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,共享宇最大的特点是零失误,没有任何一个失误,但很无奈还是带不动整支团队。 袁新月得到了9分,王源远得到了8分,两位副攻守都尽到了自己的责任,只不过还是无力回天。 然而包括了4名水货,却被揪了出来,王源远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得到了7分,但是他26个扣球仅仅扣中了5个球而已,丢掉了21个球。 王源远的球,根本攻破不了对方的最后的防线,打不进去也得不了分。 因此,王源远作为主攻守,确实是非常的尴尬,毕竟他还有三个失误球的。 刁李宇更是被大家称之为满天飞,他传的球基本上都很难传到位,并且整个过程当中,刁李宇的得分数据也只有3分,可以说也是让人议论纷纷,高一仅仅得到2分。 吴梦杰被大家称之为新榜朱婷,但是他13个扣球仅仅得到2个,可以说这4人直接被揪了出来。 当然了,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来自蔡斌教练。 毕竟蔡斌带队带不好,用人安排,叫暂停以及战术的布置都没有到位,确实比不过郎平,而且是远远比不过我们过去的女排主教练,蔡斌确实应该值得反思。 第二个方面,袁新月明确发话,李英更是流泪接受了采访,透露出了女排落败的真正原因。 当大家了解到我们的大队长袁新月,确实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,然而袁新月在过后,他却在社交媒体动态表达了两个字,坚定。 其中从袁新月所发表的图片,大家看得出来,他所提到的,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难奋斗中得出来的。 说白了,袁新月作为大队长扛住了压力,他可以说顶住了巨大的挑战。 虽然说我们女排遭遇了三连败,很多人都纷纷去质疑女排的队伍,但是袁新月作为大队长,他确实是一个很有担当的队员。 因为我们女排的比赛接下来,要从奥运会的落选赛中去争取最后的名额。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,我们必须要在24支队伍当中,必须要拿到前5名才能够打进巴黎奥运会。 奥运会最后的比赛资格,最后是根据明年世界联赛的排名来选拔出来的。 说白了,如果等到明年的世界联赛,我们的排位还抬不进最终优秀的位置,只能够说被淘汰出局,真正意义上无缘了奥运会。 因此,袁新月通过了本次比赛,他也总结了自身的经验。 据了解,在赛后的袁新月更是流下了伤心的眼泪,确实看了让人很心酸。 对比之下,李盈盈才是让大家感受最深的队员,毕竟李盈盈在本次的比赛过程当中, 他可是忍受着膝盖受伤的情况,坚持打到底的。 大家会发现了,李盈盈为什么36个扣球,最终仅仅另中11个球,因为李盈盈他本场比赛已经受伤了,但是蔡斌却不懂得去更换人选。 哪怕说了派上替补的队员去顶替一下李盈盈,我们也不至于说让一名优秀的队员从头看到尾,状态都打不出来了,还让他去扛到底,真的很不应该。 与此同时,李盈盈接受记者的采访,据了解他更是把责任推到了自己的身上。 毕竟作为团队当中优秀的主攻手,李盈盈他确实很明确地提到了, 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打得不够坚决,不够果断,关键时刻,确实也是承认了自身的错误。 与此同时,我们团队当中另一位优秀的王云露,他也是作为主攻手,同样接受采访,也就是表达了自己错误的地方,而且愿意去承担责任。 反而对比之下,大家会发觉作为主教练的蔡斌,他却拒绝认错,哪怕说被现场的部分球迷给围堵,而且不让蔡斌离开现场。 但是蔡斌最终还是坚持他的老一套的战术打法,并且面对比赛的失败,蔡斌更多是把责任推到了队员的身上。 其中包括了队员,在关键时刻也打得不够决断,而且关键时刻,队员的心态不稳定等等一系列的问题,蔡斌反而一个一个揪了出来。 但凡是有过大赛经验的教练,有两场基本上都是大比分的领险,所以一下子就是这样。 让他们从开始打到结尾,打完四局比赛,那可是多么的劳累。 然而,我们有这么多优秀的年轻队人,不去提拔,不去重用,反而让老一代的队一直坚持打到底,让我们受伤的李英等人,一直从头扛到底,确实不应该。 蔡斌这样的比赛安排,想要赢下来,可是难以上今天。 接着包括了凋零雨,她的传球直接满天飞,很多时候王云露等人的扣球的命中率也并不高,为什么不叫暂停,为什么不换人呢? 这里都是值得蔡斌深刻思考的问题。 第三个方面,朱婷被曝将重磅回归,郎亭教练更是看不下去了,有望出山助力女排拿回胜利。 对于我们女排的队员,可以说也是承受巨大压力的,在如今的比赛打完之后,女排的队伍难道说真的无缘巴黎奥运会了吗? 其实我们还存在一线生机的,简单来说,在明年的世界联赛我们必须得赢下来,而且最好能够打进世界前五名,如果打不进世界前五名的话,女排会直接无缘巴黎奥运会。 然而,以我们女排现在的竞技状态,现在的这一套阵容,让蔡斌带领的团队难道真的能够拿到世界前五位吗? 确实非常悬,毕竟在过去的世界联赛当中,包括了很多国际球队,还有来自欧美等球队,部分主力的选手没有去参加,我们的蔡斌才能够拿到世界亚军的。 但是到了明年的世界联赛非常的重要,而且非常的关键,绝大多数的主力都回归之后,女排能否赢下来真的是难度很大的。 值得一提的是,朱婷在近期被爆出,她即将重磅回归到女排队伍。 毕竟对于我们女排的战队来说,没有了朱婷在主攻守,单单依靠李盈盈,依靠王云露,确实独目难知。 吴梦杰的大赛经验也没有积累起来,另外包括了仲慧这位年轻的选手,也更是打不出来。 所以说女排的主攻守,必须得依靠朱婷才行,有了朱婷跟李盈盈,女排才能够更稳稳地赢下比赛胜利。 朱婷她回归的时间,据了解是明年的世界联赛。 因为朱婷在今年,她跟意大利甲级联赛签订了合同,她必须要打完今年比赛,明年到了巴黎奥运会,到了世界联赛, 才会重磅地回归。 其中,面对这样的比赛结果,大家也发现了,她来朱婷选择离开,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。 朱婷是早有预料,我们女排在蔡斌的带队之下,会打得如此尴尬的,也难怪朱婷不愿意跟随蔡斌去打比赛。 如果说换成郎平来带队的话,朱婷肯定第一个选择回归,这也是不少专家球迷都能看得出来的问题。 与此同时,郎平目前虽然说已经退休了,但是郎平也直接看不下去了,毕竟这样的比赛结果,让蔡斌带出来确实如此的尴尬。 女排队伍输给了加拿大,还输给了荷兰战队就算了,就连这一支世界排位非常靠后的球队,也就是多米尼加球队,女排都赢不下来。 凭借女票目前的比赛状态,怎么去争夺奥运会的职责,怎么去争夺世界大赛的冠军? 因此,据了解,郎平将很有希望重新回归,因为女排协会也正式意识到了自身的问题。 据了解,排协在赖亚文的带领之下,将会全心全意花重金邀请郎平回归,同时也会花非常大的诚意去邀请郎平。 女排协会,需要郎平能够重新复出,才能够带领着女排争夺世界大赛的胜利,这样就不至于导致我们连续输掉比赛。 因此,在我个人看来,朱婷、郎平的回归非常有必要,蔡斌主教练需要更换新的人选,不然的话,女排的队伍要赢下世界大赛的冠军,确实是任重而道远。 大家认为女排无人直通巴黎奥运会,输掉了三连败之后,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? 到底该怎么更换人选呢? 欢迎在留言评论区,一起评论您的看法想,谢谢大家。